第1563集 悲剧的誓约斯 楚阳咬破手指 一滴殷红的雪珠伸出来 先一步进入了虎 虎哥弄出的灵兽契约圈 立刻雪液便如同进入了水中 渐次扩散 迅速地融入 零售伙伴契约 契约如是 心血先入者 为大为长 楚阳的鲜血先进入 就已经表明 楚阳在两人的伙伴契约中 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虎哥很有些 不甘心地看着楚阳的鲜血在 渗透 那张猫脸上流落着清晰可见 人员 人性化的懊恼 随后他才 猛的运气 从额头部位逼出了一滴鲜红的血液 进入那契约圈中 突然间一道无形的风暴 猛然扩散 云层之中 那无所事事 恨不得能发生什么事情 消遣的东皇天誓约司第一大将 在那百无聊赖的注视着下面 那片认为是平平无奇 难得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大路 突然间 被一股强大的誓约气息猛地冲了个跟头 在空中滴溜溜的一连串的翻滚 就好像绣球一般滚 来滚去 更不断地喷吐鲜血 到后来已经无力挣扎 只是在云层之中狼狈之极地翻来滚去 慢慢地几乎要奄奄一息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这位誓约司第一大将 眼中透露出一股子由衷的惊恐 想要搜寻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却发现什么都发现不了 究竟是什么契约呀 连我都无法主持 将我这主持契约的都要冲毁掉了 而且还是直冲天地的 这究竟是什么呀 这位第一大将 神识已经要慢慢地陷入昏迷 楚阳与虎哥正式签订契约 按照规定的规矩 自然是由于需要得到 誓约司的认可 所以那誓约的力量冲上了天 天际寻求见证 但是 这个誓约司却显然还没有拥有 能够与如此强大存在 见证誓约的实力 所以就遭遇到了 誓约力量反噬 最终将誓约司的这位主管 冲击得人事不知 不 还不只是人事不知 貌似眼看着就要将这位人凶 冲击死了 誓约的力量冲上某处 不知其高之处 然后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浩瀚 高空返回 闪电一般进入了 楚阳和虎哥的身体 神魂 既然任何人都无法主持 无能主持 那就由天地亲自见证 亲自主持吧 至于那位号称是第一大将的誓约司主管 这会儿已经快要陷入神魂崩散的境地 总算 誓约力量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往死里难为某人 要是当真被冲得神魂俱灭 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的消失了 不过 誓约司的这位大将 现在的状况也还是很危险的 要是没有尽快的救治 还是死恶难逃 在最后的弥留时刻 最后的一线清明告诉他 这片地方 只有一个人 或者有可能 能治疗自己 挽救自己 那是自己最后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所在 而且 现在的最后一点清明 已经不允许他走得太远了 那么就近之处 也就只有那里了 几乎是全无意识地翻滚着 从空中掉落下来 用最后的清明神智 将自己下落的目标固定锁定 然后 就彻底的失去了意识 把一切 都交给天意抉择吧 东皇天室约司中 那位修为高深莫测的 室约司总督司长官大人 正在与丞相大人喝茶 这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请动了丞相大人 大驾光临的 室约司总督司大人 这会儿可是已经准备了 无数的问题要问 他发誓要在今天 从丞相大人的口中 掏出点什么 有价值的情报来 这几天里头 云里雾里如履薄冰 茫然无措 简直太 难受了 丞相大人 我说 那个 您就给小弟一点提示呗 多少意思一点 非是不可以 实在是不能够啊 丞相大人 安安稳稳 哎 丞相大人 您 室约司长官大人 还打算要进一步 死皮赖脸的游说 突然间不知怎么的 全身轰然一阵 呆呆地坐在那儿不动了 哎 你怎么了 总督司大人呆呆地坐在那儿 脸色惨白 貌似比死人也强不了多少 这个变化来得实在太突兀 全无征兆 而更大的变故还在后头 下一刻 他突然间蹊跷流血 口中挖的一声 喷出一大口鲜血来 化作了满室的血雾 咕咚一声 仰天便倒 生息积无 把丞相大人吓了一跳 啊 这是怎么了 难道这个家伙是来以死相逼的 盘算着我要是不告诉他实情 他就要自杀 这 这不是逼迫老夫吗 他妈的 真没见过这么办事的 你说你身为市约司总督司 而且还是东皇天有数的大高手 怎么能用这么下作的手段 犯得上吗你 商人商己的 你这叫什么事啊 一时间 丞相大人的心里头 无比的纠结 于是乎 又是垂胸 又是拍背 忙活了半天 才将总督司大人救醒过来 还没等说话呢 就看到总督司大人 愣愣的看着丞相 说出一句 让丞相大人心惊肉跳的话来 丞相 拜托您速速的清查一下 是否 是否圣君大人与天魔皇来到了东皇天 而且在东皇天 递定了决战事约啊 此事事关紧要 万万延误不得 一旦延误 只怕要坏大事啊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神w.cxp8.com 丞相大人乍听此消息 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吹响 刹那间险些天旋地转 整个人立刻就窜了出去 丝毫不见刚才的老太隆忠 搜得一下就消失了 要真的是那两个人 东皇天几乎能被他们一场打架毁掉一半 也就只有那两个人 才能让这位总督司如此狼狈吧 总督司大人大口大口的喘气 脸上神色慾然 显然是心有余悸 娘的 要不是老自有东皇陛下的皇旗护体 这次岂不是要 他妈的 到底是谁跑到东皇天来胡闹了 可吓死老夫了 单单是誓约的力量 居然就差点冲死我呀 我 我可是天人级的 就算是在整个九重天阙 那也是数得着的高级人物来着 良久良久 丞相大人阴沉着脸晃悠回来 总督司大人极不可待的问道 丞相大人 究竟是不是那两位大能来到咱们地界 可是要发生跨境之战吗 您老快说呀 别让下官胡乱猜测了 丞相大人老脸都快扯扁了 怒不可遏的 我呸 狗屁的跨境之战 大能你个头啊 根本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个老混蛋 差点把我害死 本丞相跟你没完 能不怒吗 刚才 丞相大人见到总督司大人口气 如此的黄疾 心中自然就信了武成 哪里还敢怠慢 赶紧出去打听圣君大人与天魔皇 还有另外几位君主大人的行踪 万一要是真如总督司的判断 早点做准备也是好的 可是他得到的答案却非常的统一 大人在宫中并没有外出 然后四面八方共同的疑问与警觉 您打听各位大人的行踪 敢问有何用意呢 有何用意 什么就我打听各位大人的行踪了 丞相大人当场几乎傻掉 干嘛的 我能有什么用意啊 还不是被那个玩意儿给忽悠的 没事儿 您打听清楚了 总督司大人愣了 当然没事儿了 能有什么事儿啊 怎么会没事儿呢 总督司大人彻底愣了 我刚才分明是被誓约的力量冲击受伤了 您不都看到了 丞相大人拂袖而去 我看你分明就是受伤不够 我可以会让你更受伤的 你个老混蛋 这些年老夫对你和颜悦色 还真灌出你毛病来了 你这瞎话编的 吼得老夫一愣一愣的 丞相 丞相您听我解释啊 真的呀 话没说完呢 丞相大人已经无影无踪 总督司大人欲哭无泪 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门槛上 我他妈的真冤啊 这到底谁搞出这么大动静 这不要玩死我吗 第二天 丞相大人在东皇陛下下旨 室约司总督司玩乎职守 所有室约司官员罚放一年 而且从此之后工作量加倍 令设立监督机构 时时刻刻监督室约司工作 再有些微的疏忽 严惩不待 这道旨意一下 室约司哀红遍野 一片的抱怨不绝于耳 很显然 这是某丞相大人 假公祭司公报私仇 让室约司从此暗无千日 楚阳终于完成了契约 随后冲冲燃的勃然大怒 因为灵兽在签订契约的时候 注定是要显露本体的 楚阳万万没想到 这个身长三丈 揽扬扬自称虎哥的家伙 居然是如此 如此如此的让他意外 只见他的面前悬浮着一头 小巧玲珑的灵兽 没错 小巧玲珑 直愣愣的耳朵 皎洁而黑白分明的眼睛 浑身毛色斑斓 带着一种尊贵的庞然紫气 但是他实实在在 就是一头比刚才缩小了 至少百倍的小家伙 总共才有八张大小啊 这回不是似猫又似虎了 完完全全的似猫不似虎 你 你 你就是虎哥 楚阳看着这个小家伙 有种当场就要 晕厥过去的冲动 当然了 这正是虎哥我 鹦鹉威猛的形象 完美吧 小家伙自得的 说了说胡子 楚阳眼前一黑 亮强了两下 哥还真以为 你就说虎哥 就那么大呢 结果却是个 还不足半斤的小家伙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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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了 反正来到这片地界 厄运就一直没离开过 过来吧 虎哥 我抱着你走吧 这么点个儿 别冒充大个子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魏武盖世的虎哥 怎么可能被人抱着走呢 你这是亵渎 虎哥抖了抖身上 毛色斑斓的虎毛 我要头顶苍穹 脚踏大地 笑看乾坤 傲视还宇 契约已经完成 虎哥重新落回到地面上 眨眼之间又恢复成 原本那庞然大物的体型 除阳一脸无语 剑灵也是一脸呆滞 除阳带着虎哥 熊啾啾气昂昂 开始往外走 一路上虎哥龙行虎步 除阳跟在他的身边 都有些脸红了 因为契约是签了 但是这位爷到底是什么呢 楚阳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呢 楚阳也不知道 要是去灵兽博弈场 能赢吗 楚阳还是不知道 一头雾水满心糊涂的就签了 而且还差点成了灵兽的小弟 想到这儿 楚阳就有些无语的郁闷 这会儿 灵兽交易场已经恢复了秩序 刚才的混乱 都是因为紫箫塔的出现 随着楚阳收起了紫箫塔 灵器自然也就跟着消失无踪 骚乱源头一去 灵兽们由躁动异常转为落寞 很有点人性化 无所适从的样子 再加上交易场所管理人员的治理 标本兼职之下 混乱自然平息 第1563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